来看到校园的喜讯 改善校园环境 大理美群国小家长会 及热心教育人士协助之下 将校园潜艇一处闲置空地 加以整理 栽种百香果等植栽 变成绿色隧道 这天接牌启用 不仅提供社区民众散步休憩 学校也表示 之后也会结合一旁的生态教学园区 推动食安教育 让小朋友就近观察学习 接牌 贵宾拉下红幕 大理美群国小这处绿色隧道正式起重 而这处潜田空地原本闲置多时 在家长会 以及热心的教育人士协助之下 将它给改头换面 也让全校师生跟社区民众 又多了一处收气场所 其实美群国小 也是我小朋友的母校 那我也是 小朋友从这边毕业了之后呢 我想尽一份力量 来帮助学校 那刚好那个家长会有来找我 那我觉得我可以为学校做一份 就尽一份力量这样子 那顺便也是回馈社会 回馈母校这样子 而学校也表示 这绿色隧道除了是提供休息使用 周围还栽种了百香果等植栽 而未来还会结合一旁的生态教学园区 来推动食安教育 让小朋友就近就可以观察学习 我们那个瑞园生态园区里面的 菜园栽种都是由学校的老师 及学校的志工 还有社区的志工 共同整体栽种 都是做有机的 没有放农药这样子 也让小朋友去上课中做观察 热心教育人士回馈地方 使得美群国小这几年的校园环境逐渐改善 也让小朋友亲近大自然的同时 还能够多元学习均衡发展 记得来修风台中采访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